2023云朗观光泰鲁阁峡谷马拉松在4号热纳登场 得天独厚的壮丽峡谷地形吸引了1万5千名海内外选手来参加 县长徐正卫、立委夫婚旗还有云朗观光集团总经理、圣志仁等贵宾为活动勉强起跑 与参赛选手一起迎着晨曦快乐前行来体验泰鲁阁壮丽的峡谷风光 现在徐正表示泰鲁阁峡谷马拉松今年迈向第24届 一年一度慢跑在峡谷当中是人生最难得的最值得体验 上游在泰鲁阁峡谷当中可以体验台湾这块土地的地质 风貌以及所有纯朴的文化 历年来举办泰鲁阁峡谷马拉松超过万能参加比赛 运用泰鲁阁峡谷的天土和景色将路跑运动融入其中 传递给民众健康环保的生活价值观 也要谢谢我们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汉品云品 以及我们所有的长年以来支持泰鲁阁的所有的伙伴 另外更谢谢我们的这个警察还有我们所有的乡亲 所有的我们在地的居民以及乡公所的协助 让我们每一年的泰鲁都能够突破每一次的人数 而且一年一次在这个慢跑在峡谷当中 我想这是人生人生难得而且最值得来的 所以在这里每一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好 在这里祝福大家畅游在泰鲁阁峡谷上 可以体现我们台湾这块宝地的我们的地质 还有风貌以及所有的纯朴的文化 再一次感谢大家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欢迎来谢谢马拉松路跑协会表示 历年举办的泰鲁阁峡谷马拉松超过万人参赛 泰鲁阁马拉松积极响应 现场许臣问与运动结合观众的理念 期盼于花园的山水风景结合运动风气 让学生在观赏撞错的泰鲁阁峡谷的同时 也体验到健康生活身心灵的探索以及个人成长 记得就忘了订阅我的频道